见鬼使法之跳楼 未出生的小孩 因为还没有机会在世上走一走 会携带着更深的幽怨 更迫切地想要偷胎 因此一个女人若是在怀孕的时候自杀 就意味着她要带着未出生的小孩 一起到阴间作伴 跳楼的瞬间 你会看到你不想看的 无数的幽灵附和着胎鹰的怨气 向你猛然袭来 阿德一声凄惨的叫声 引来了无数人的围观 只见跳楼的人被摔得血肉模糊 肚子里怀着六七个月大的胎儿 也被压得变成了一团肉泥 一栋楼房里坐着一位美丽的女人 女人的肚子秃秃的 看样子应该有八个多月了 女人一脸幸福地 捂摸着秃起来的肚子 厨房里传来一阵骂骂咧咧的声音 女人有些生气地皱着眉头 站起来走到厨房门边 对着正在忙碌的两个人说 妈 厨房里的事情 你就让小李做就可以了 您老看看电视是什么的 被说的人不高兴地回了一句 我能放心让他弄吗 你看看他弄的这些都是什么 菜也不炒一下 直接就这样生地装盘了 鱼买回来是炖汤给你喝的 你看看 切得这么薄 还有一只鸡整个放进去烤 你不知道孕妇是不能吃高热的 油炸半生不熟的东西吗 被骂得一声不吭的小李 委屈地看着怀孕的女人 明明就是小杨姐 让她做蔬菜沙拉 生鱼片和烤鸡的 现在却莫名其妙地被张阿姨骂了 小杨看了一眼 食物淡淡地说 这些是我让小李弄的 妈你也知道 孕妇的口味是很奇怪的 再说了 你弄的那些东西 吃得我恶心死了 张母被小杨的话说得有些生气 这个儿媳妇 本来她就不喜欢 可是没办法 谁让她怀了张家的孙子 要不是为了她肚子里的孩子 早就把她赶出门了 还能让她进来 自从她到了这个家 什么事也不做 尽知道花钱 她这个做婆婆的 给她做饭也不吃 反而花钱请了个保姆回来 做什么事从来都是先斩后奏 也不管她这个婆婆同意 还是不同意 鱼当哪儿恶心了 再说 我又不是给你喝的 是给我孙子喝的 以前小花怀孕的时候 哪有你这么挑 说起小花张母有点惋惜 小花是张母中意的儿媳妇 和儿子小张是青梅竹马 结婚有五年了 两年前好不容易怀上了 就在她怀孕六七个月的时候 跳楼自杀了 可怜她的大孙子 还没出事就走了 小花 小花在你心里 永远是你儿媳妇 我是什么 你要是真的这么喜欢她 那你去地下陪她得了 张母很生气地看着小杨说 你这是盼着我去死吗 小杨摸着肚子说 我可没这么说 转过身子 心高气傲地向餐厅走去 然后喊了一声 小李 把吃的端上来 小李看了一眼生气的张母 委屈地把食物端了上去 张母怒气冲冲地 回到房间去给儿子打电话 然后收拾行李 向汽车站的方向走了 下午小张一脸怒气地 上楼甩了小杨一巴掌 质问她对张母做了什么 让她生气地跑回老家去了 小杨一把鼻涕一把泪地说 你竟然打我 为了那个老不死的 你打我 小张你信不信 我死给你看 小张一脸不屑地说 像你这种女人你会自杀 我可不相信 小杨跑到窗户边 打开窗户说 那我真的跳了 小张把他甩到床上 你要真的想死 就把孩子生下来之后 就去死吧 说完走出房间 重重地关起了门 剩下小杨 趴在床上哭了起来 坐在酒吧的小张 不停地喝着酒 他想把自己灌醉 醉了就不会再想起 那些不开心的事 在他心里 爱的人还是小花 如果当初小杨 没用肚子里的孩子 逼他的话 他也不会娶他的 在房间里哭泣的小杨 擦干眼泪 回想着自己 自从嫁给小张 就没正眼看过自己 产检什么的 也都没陪自己去过一次 每一次 自己都会用死来威胁他 那么这一次 就坐给他看 洗了个澡 坐在梳妆台上 认真地为自己 画了个美美的妆容 穿上白色的连衣裙 坐在窗户边 心想着 今天我就死给你看 我要让你们张家绝后 天空是黑色的 只有一轮圆圆的月亮 挂在空中 楼底下幽暗的灯光 和来往的车子 十几层的高楼 往下看 腿开始颤抖了 突然间他看到 在底下草丛的一处角落旁边 有一个身穿 红色花瓣连衣裙的女人 手上抱着一团 红彤彤的东西 长长的头发 在空中飞舞着 在他的旁边 还有一些奇怪的影子 飘来飘去 奇怪 明明是十几层的高楼 为什么看下面 会看得那么清楚 就在小羊感到奇怪的时候 那个女人抬头了 啊 小羊害怕地尖叫了一声 一屁股坐在了地上 那是一张血肉模糊的脸 而且那张脸竟然还对自己笑了 是的 笑了 深红色的血 顺着嘴角流了出来 房间里的空气 一下子变得诡异起来 一只苍白的小手摸了小羊一下 他害怕地用手拍掉 周围突然间出现了几个婴儿般大小的孩子 他们不停地钻进他的肚子 可是没一会儿又跑了出去 一股黏呼的液体从小羊的身下流了出来 接着肚子开始疼起来 小羊叫着小李的名字 可是他忘了 小李下午说过 请假回家去了 接着房间里的灯光开始变得忽明忽暗 楼房下一声叫声 让那些想要钻进他肚子里的孩子 失望地离开了 然而一股无形的力量 让小羊站了起来 走到了窗户边 踩上椅子 往前一跳 就像拖了线的风筝 一下子掉落在了地上 在他还没有断气的瞬间 他看见一团血红色的东西 往他肚子里爬 然后一个黑色的影子飘了出来 一下子被角落里的女人捉住 吞了进去 小羊闭上眼睛的那一刻 他想起来了 这个血肉模糊的女人 就是小花 而且小花是被他推下楼摔死的 连同他肚子里的孩子 一起摔死了 小羊的灵魂飘出来的时候 小花捉住他的魂魄 黑黑地笑了两声 然后一口吞了进去 救护车很快就到了 奇迹般 小羊死了 但是肚子里的孩子 却活了下来 原来小花利用小羊肚子里的孩子 让自己的孩子投胎了 而小羊孩子的灵魂 却被小花捉住 并且吞了下去 让他魂飞魄散 在酒吧喝酒的小张 迷迷糊糊中看见 身穿白色衣裙的小花 笑着对自己说 照顾好自己 和我们的孩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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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Food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